第一场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场比赛吧 其实整个来说 八分呀包括调动 我觉得都还是比较正常吧 我觉得其实第一局上来 前半比赛的进行状态 包括对对手的了解 不是说特别的充分吧 但我觉得通过第一局半局以后的这种 调整包括状态 在后面整个来说 节奏还都是在自己的这种掌控之内吧 第一时间就是这种心跳的感觉 刺激的感觉好久没有了 就感觉我还想在这个场地去大比赛 最好的一点就是 我没有觉得他年纪比我小 我觉得他是实力非常强的一位对手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 我排名也比他低 我去拼他吧 然后我是每一个球 做好自己的这种状态可能更多吧 然后进入状态比较快吧 那你现在首钢比赛的这个感受好不好 太好了 所以我现在感觉更多是意犹未尽 我还想在这比赛 可能在第一局对手的 不是什么 加上质量都非常强 第二局可能自己在发球的变化和 落点节奏的变化 就是有所的改变 然后我感觉比赛都是这样吧 一场一场去调吧 不可能说一下就打得特别好 还是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 就是抠出来的 我觉得这场比赛自己整体的发挥还是不错吧 然后包括一上来的调动 然后后面遇到困难之后 自己也有一些积极的调整吧 然后分威我觉得也挺好 然后包括进场的时候 都有观众喊加油啊 然后包括赛中的时候 有很多球迹朋友喊加油 觉得还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吧 然后新周期 然后也第一次在大满贯这种级别的赛事上 能承担三项嘛 所以说对自己来说 还是一个很艰难的挑战吧